这场比赛打的相当的精彩刺激好吧 对战方是175的方寸 昨天也看到那场比赛 你们他的宝宝输出是相当的爆炸的 然后对战方用的是全民 意思拿的是一速 你们可以看他宝宝输出的话 基本上只要一批杀 我的宝宝就飞掉好吧 而且还是一速把我压得很难受 压得很难受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的话 有几个非常刺激的转折点 我们一步一步的去看 好不好 我为了封他 我的隐功比我的人物速度快 对不对 我隐功直接把他打死了过后 然后我封的是他的人 但是他人死了 你看这时候他拿个零刃出来 对吧 加上战敌 直接一批我爆了一万多 我生一丝丝残血 这个时候我直接招了一个配数 宝宝速度比我快 他继续批我过来 把我让我躺地下 这个时候我把我自己给拉起来 但是他丢了那个无魂 我宝宝无魂了 没有出手 好下一回合 他又丢 然后我拉起来 一波分身进去 然后他的零刃 把我的配数给披走了 披走过后 我又出了一个隐功 配我的速度的 然后他的零刃不带感知 对吧 他人物宝宝破我分身 人物破我分身 然后宝宝来砍我人 即将把我给赶上下 对吧 然后又把我拉起来 然后摇他铃铛 他没有跑 这一回合的话 我的人 我的宝宝速度比他快 出了个连击 直接把对战方的零刃给 清走了 那个这个时候 我的宝宝人物速度 比人物速度要快 我可以直接催眠他 对不对 直接进去 好 然后宝宝打过去 对战方的宝宝已经是残血 他一避得过来 我的宝宝也是残血 摇铃铛的话没有跑 然后再一次敲过去 他宝宝的话残血 我的宝宝绿了一下 我一波分身 然后把他敲 我继续催眠他 谁知道他直接被敲死了 我本来是 吹他的那个人的 对不对 然后就吹到宝宝了 然后我继续敲他 然后我还是吹着他人 但是这个是吹到宝宝了 小铃铛想让他没有跑 然后直接把自己拉起来 他拿来个分身吧 好像是 然后我直接宝宝破分身 然后人物继续催眠 继续敲他 然后分身进去 保护自己的安全 我宝宝继续敲他 把他给清走 然后这个时候他催眠的话 还有一会儿 我宝宝招过来没有机会 所以我没有招宝宝 我本来想招地厅的 没有招 因为他下一会儿就没有了 我继续把他敲倒敲倒 我还是封了他人 但这个时候又封了宝宝了 我都没有点宝宝的 然后他分身进去 然后我也分身进去 他敲爆我的那个隐功 这个时候我很难受 我很难受 我出了一个比较赖操的壁垒 但是他宝宝输出一样很爆炸 然后给自己起个铃神 然后宝宝直接跑掉了 然后没有办法 对吧 必须又出一个宝宝 出了一个力劈 这个时候我就必须 把他人给干倒 他催眠我没有中 然后我直接撕心他 撕魂他 然后利皮劈过去 把他人物给劈倒地 人物直接劈倒地 一波分身 他避雷我的 然后又把我的利皮给清走 然后我这个时候 直接来了一个催眠 但是没有风中 他人物直接拉起 他宝宝直接拉起自己 然后这个时候 我直接拿了一个顺法 他解掉自己过后 我拿了一个顺法 然后没有秒死 我记得 没有秒死 然后他把我须米给清走 这是我很难产 我直接催眠他的宝宝 然后拉出了地厅 他没吹中我 我直接拉出我的地厅 然后我人物分身 他直接催眠我的地厅 我的地厅被中招 然后我分身进去 刚才我是吹他 他是分身的 然后没吹到 我又分身进去 他宝宝出来过后 我继续催眠他的宝宝 继续催眠他的宝宝 他解掉过后 然后我起了凌晨 然后下一回 我继续催他的宝宝 他私信我没有中 然后我催眠他 直接中了 然后地厅出手 观照万象 第一波 一千五 因为没有零法效果了 秒的比较少 他残血 直接把他带走 然后第三下 泰山压顶 第四下 奔雷咒 第五下 地狱立火 直接带走 赢得比赛 地狱立火